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食物快儿 在这里今天也带大家游戏也是猫和老鼠 现在也是在开局的时候 这个也是老套路在这个洞口放着老鼠家 然后也是成功抓不到了自身的一个猎物 今天从今往后也会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各个猫或者是各个老鼠的一个对比 以及使用方式是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 然后可能会变成上下两部分 这样的话说的会比较多 目前来说其实从这把来说 我玩的这个是汤姆 汤姆是原始类型的 原始类型之后其实它的一个优点 我个人认为比较明显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自身具有一个在远程 可以去进行输出的这么一个技能 就是这个长爪 第二点就是它自身的一个 一技能的一个防控制的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原始汤姆的一个优缺点 其实在这种正常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比赛当中 是没有太过于能表现出来的 尤其是在之前我玩过的排位里 大家也都看到过那个视频 如果说你们注意到的话 那个位置有一个比较尴尬 就是那张地图它是以上下为主的 上下为主的这张地图 是会就是上下的这种地图 对原始汤姆来讲是比较尴尬的一点 原因是因为汤姆是它的技能是无法去怪玩的 所以说在面对这些上下比较复杂的一些地图当中 其实汤姆的一个表现不是特别好 但是在我现在玩这个奶酪经典之下 就是这个初始的这张地图 其实汤姆的一个表现是比其他的一些猫来的 要更为直截一些 可能大家也遇到过一些其他的猫 接下来我会以这个一些尼尘去统一他们 就比如说之前我跟大家说过这个菊毛 这个菊毛和汤姆这次进行一个比较 完全的一个对比 首先对比一下他的技能 菊毛的一技能是一个位移 在标记 就在打着这个标记的角色之后呢 他会再一次这个顺移到这个被标记的人员当中 然后二技能是这个垃圾桶 然后对比一下汤姆 汤姆的一技能是免疫控制 二技能是这个长爽 其实以我个人来讲吧 汤姆不是那种防守类似的猫 他是一种比较擅长于进攻的猫 而相反的是菊毛我个人认为 他是擅长抓捕之后 直接去进行一个 就是 直接去进行输出 然后这样的话呢 会来的比较痛快一些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看大家自身选择 因为有很多人嘛 认为 这个菊毛更擅长追击而汤姆擅长防守 其实我个人的想法跟大家有所不同 这个东西也是 大家自己去想吧 反正我个人认为 还可以 但是目前来说呢 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 就是菊毛和汤姆对比的话 其实他俩自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俩 其实都是属于初始大家比较常用的 这么两个角色吧 但是呢 给大家的感受都不是特别一样 就比如说 很简单 这个初始汤姆呢 可能对于大家来讲 就是一个免费的 然后 熟练度和等级可能会比较高 但是呢 如果说 大家初始的话是一个结瑞 就是 不是结瑞 是那个 我们所用的这个菊毛的话 那么其实大家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有很多人就会认为 那这个菊毛好用 这个是因为大家的一个收益点不一样 这个收益点的不一样的在于 我们在玩的时候会发现 我们等级熟练度比较低的角色 首先低一点 这个他的自身的可携带的技能比较爽 就比如说细心长爪 然后坚挺这种技能 其实他都带不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尴尬了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用的是一种 比较正常的一个角色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 这个原始汤姆就是这种角色 其实大家就会感觉 哇 这个角色好好用 原因就是因为他可携带的东西多 所以说大家会感觉到 这个东西好用 所以说这是一个主观印象 而不是说他俩非要进行一个 比较正统的一个对比 如果说 在同等级的一个对比下 其实就像我说的那样 汤姆呢 我个人认为擅长追击 而菊毛呢 其实更擅长 以防 就是抓到人之后 绑在火箭上以防守为主 所以说这个也是看大家自身的一个选择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汤姆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